走進騎樓突然間被這一幕 嚇了一大跳 這輛黑色轎車直直衝撞 停在路邊的機車 換個鏡頭角度 駕駛似乎沒有踩煞車 整輛車就撞進機車群裡 安夜一聲巨響 突然碰的一聲 一整排機車就像骨牌效應 全部倒下 是我朋友剛好回來 然後看到 我一找人家就順便控制我們下來了 你的車是 我的車 也是有被撞到 我是被他們擠壓起來 機車車頭破裂 有的是車身凹陷 一共有22輛機車遭波及 照視的就是這輛黑色賓士車 凌晨一點多 28歲的陳姓駕駛開車回家 準備開車在新莊中原路附近停車場時 卻突然失控發生連環車禍 檢方到場後進行酒測 照視的陳姓男子沒有喝酒 公稱自己剛下班回家 準備把車停好後再騎車回家 疑似精神不好 晃生才會發生意外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接下來還得面臨 22輛機車的維修費用 TVBS新聞維修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